第1601集 龙家老祖脸色阴晴不定了一会儿 这才面带一丝异色地同意了韩丽的交换 我等是各取所需 龙兄此举绝对是明智之举 韩丽心中一喜 也不再掩饰面上的一丝笑意 接着两手往胸前轻轻一拍 再一分 顿时多出了一只青色圆环和一只白色玉瓶 带着他并未马上就将手中东西抛过去 而是目光一闪地望向对方 龙家老祖自然知道韩丽的意思 当即也毫不犹豫地袖子一抖 一金一黑两团灵光一下飞射而出 赫然是一只金色瓶子和一只乌黑发亮的迷你占舟 龙家老祖手腕一抖 就将手中二物直接扔了过来 韩丽双目一亮 毫不迟疑地也将手中玉瓶和储物环抛了过去 在单手一抓之下 将对面二物轻巧地射到了手中 将瓶盖打开 神念略意扫过满满一瓶的血红色丹药后 韩丽就露出了满意之色 有了这一瓶在整个人族里盯定大明的丹药 我突破后期瓶颈时 又多了半程的几率 韩丽目光一转 又落在了那件迷你的黑色飞舟上 这就是晴天俱舟 看起来的确不凡 不过具体威能如何 还要稍加尝试 韩丽心中如此思量着 将数寸长的小舟默然往空中一抛 接着一根手指冲其虚空一点 轰隆隆一声巨响 黑光闪动 一只巨大战舟在不停狂涨中 一下现身而出 此战舟一开始不过数十丈大小 但是转眼之间 就化为了一座山峰般的巨大 三根黑色桅杆 更是仿佛三根晴天巨柱般的 足有万丈之高 在其上面各自悬挂着 一张黑乎乎的翻面 上面隐隐明印着 几只张牙舞爪的黑色怪兽 栩栩如生 一股惊人煞气也冲天而起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 此周一下放大到如此庞大 在巨州体表的法阵中心处 灵光闪动 竟各自浮现出 一个个形态各异的器物 这些器物表面 都明印着复杂之际的符文 一看就是些催动简单 单纯追求强大威力的器物 数量如此之多 恐怕要数百修士催动 他们才能火力全开 与这些器物相比 在船舱顶部耸立的 三根半透明的五色晶柱 才是最惹眼的东西 这三根晶柱 不但粗弱水缸 还长达百丈 其他器物和它们 根本无法相比 就在韩丽宁神仔细打量巨大战舟的时候 龙家老祖也已经检查完手中的灵乳和储物灼 并且收了起来 然后望了一眼巨州 不动声色地说道 光是打造一艘晴天巨州的原料 就价值上亿灵食 更别说其中花费的人工 和打造此巨州所耗费的时间和心血了 若是此州真放在外面出售的话 价格不再翻上一番 老夫根本不会考虑 韩某自然知道 这次交易略占了一些便宜 但道友得到的灵乳和材料 也绝对不是灵食就可以买到的 好了 不管怎么说 这笔交易总算做成了 韩某就不多留了 之后道友决定进入魔界时 只需往天渊城提前给我留个口信即可 在下一定准时赴约 韩力倾笑说道 并且在单手一掐掘 将空中庞然巨物 一下缩小了无数倍 再次化为数寸大小 收进了袖子中 只要人族能抵挡住魔族的前几拨攻击 让魔界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魔界之行肯定不会放弃的 老夫也一定会提前通知韩道友 毕竟以道友现在的修行绝对是此行的一大壁住了 龙家老祖默然地脸孔露出了一丝笑意 韩力听了这话点了点头 但是接着目光一闪 往附近某处空无一人的虚空处 诡异一笑望了一眼 就当即一拱手 清光一起化为一道青红 虎空离去了 龙家老祖见此情形脸色微变 但是站在原处不动 直到清红在天边尽头处彻底消失 才轻叹了一口气 但就在这时 忽然刚才韩力临走前所扫的虚空处 漠然空间波动一起 一道人影竟在扭曲中一闪地浮现出来 竟是一名黑袍男子 正是龙家的另外一位太上长老 此刻他脸色阴沉地 也望着韩力消失的天边沉声开口 龙兄 看来他早已经发现了我的存在 我这套新修炼而成的隐匿神通 连道友你都无法轻易发觉 但竟瞒不过他的耳目 此人不是修炼过特殊的搭神通 就是拥有某种砖破隐匿的质报 的确 但也有可能此人神念强大 还在我之上 这人修炼的速度如此之快 有一两相逆天天赋在身 也是合情合理的 不管怎么说 有此人加入的话 进入魔界的人族实力又增强一分 倒不会太逊于灵族的那些圣接了 但是龙兄 这韩小子的根底 我等了解的太过少了点 也可能成为我等魔界之行为 一个不稳因素 知道太少不算什么 我们邀请的其他几个家伙 就真能了解多少 只要他们能助我们 达到目的即可 这一次的魔界 对本族来说纵然是一次大劫 但对我等合体存在 又何尝不是一次天赐良机 此行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否则我们此生 就真只能停留在合体境界 再无法寸净了 龙家老祖秀中双手一握 脸上利色一闪 黑袍男子欣然同意 并且转头朝聚城处望了一眼 龙兄所说也有道理 不过在此之前 我等还需真能抵挡住 魔族的进攻才可 老夫共收拢了十三个世家之力 打造出了这片据殿 互相之间可守可攻 互为计较 自问无论高阶修士数量 还是防御的能力 都绝不在三大皇城之下的 即使这一次摩羯猛烈 比传闻中还要可怕背叙 也应该能安然无恙 这一点我也相信 否则也不会找龙兄合作 既然这小子已经走了 我们也回去处理事情吧 魔伴现在越来越大了 估计三四个月后 这魔族就可真破戒而来了 我但还是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的 嗯 走吧 老夫的确正有一炉药锦丹药 正在炼制中 龙家老祖点了点头 借着大袖一甩 顿时一股金霞飞卷 将其身形一包 就化为一团金光 往巨城方向击射而走了 黑袍男子见此情形 同样单手一掐绝 化为一股黑风滚滚而去 同一时间 数千里外的寒历 也正向远处飞尸而去 两个多月后 寒历终于通过传送阵 再次回到了天原城中 这时整个城池都已经处于戒严状态 所有禁制法阵也开始处在半开之中 要不是寒历是一名合体修士 恐怕此时连使用传送法阵的资格都没有 寒历对城中杀气腾腾的一切 视而不见 而直接回到了海大少等弟子居住的高塔中 并将擎天聚州交给了几名弟子 让他们带着数百门人 急忙先熟悉这些宝物 擎天聚州原本就需要一定人数 才能发挥其真正维吕 这也算是我留给他们用来保命的压箱手段了 否则以他们原英气的修为 能否在摩羯中全身而退 还真是两说的事情 将聚州交给弟子后 寒历立刻回到高塔顶层再次闭门修炼起来 不过这一次 他却让门下弟子留意摩斑的情形 并且每日定时地报告其情形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 天原城的气氛 自然也是一天天地紧张起来 在天原城附近的几处摩斑 此刻不但有数万里之广 更是变得漆黑发亮 近一些的地方 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里面有漆黑的摩器翻滚不定 这一日 离天原城不知多少万里的一块黑压压的摩斑附近 两条金光灿灿的树杖长金色非洲 正巧妙地隐藏在十余里外的一片茂密树林中 在这两条战舟上 各有两名金甲天卫和庶民黑甲卫士 这些人在此地不知守候了多少时日 神色间有些凝重地在低声交谈着 陈兄 这两日我心境不宁 眼皮急跳 是不是摩羯爆发就在这几日了 一名双臂满是囚巾的金甲大汉 有些心虚不定 另一名身材矮小的老者 也苦笑一声地回答 金道佑 何止是你 老夫自从被派到此地监视魔斑动静 就一直提心吊胆 不过 好在我等 只是负责监视的事情 只要魔斑一破 立刻就可激发传送法阵 直接传送回城中 不会真有多大危险 嗯 我也知道 应该不会有性命之忧 但是仍是这般模样 看来还是心境不够啊 不过 既然朝前辈派来此地 也算我二人倒霉之急啊 留在城中自然安稳 但是我们 只要顺利完成任务 此行的奖励 可以极其可观 老夫倒认为 冒这点风险 不算什么 嗯 也是 这一次长老会拿出的那些丹药 的确珍惜至极 对我等大有用处的 哎 不好 那是什么 大汉文言不禁笑了起来 但下一刻 其目光一扫远处天空 人静蹚的一下 从金珠上站了起来 脸色大变 多人有声巨 第1602集 什么 难道魔般有了变化 老者见此情景心中一领 也急忙回身 往同一方向望去 其他几名黑甲卫 看了一下远处的天空 脸色也一下变得苍白无血 啊 是魔佛 只见远处 魔般下方一大片虚空 竟突然间一阵剧烈的扭曲晃动 仿佛整个天空都要翻转过来 就在这时 传出了一阵惊天动地的轰鸣 只见魔般内翻滚的魔器中 漠然出现无数只体肠过胀的魔符 一个个皮毛鲜红似血 头身乌黑独角 张口一喷 一鼓鼓音波 就向下方扭曲虚空狂涌而来 如此多音波接到虚空上 仿佛惊涛骇浪般地纷纷暴力而开 原本扭曲的天空 竟然瞬间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巨险 下一刻 魔般上凭空增添了几条长长的白痕 接着 在音波不停地狂冲之下 又传来一阵仿佛玻璃破裂的脆响 这几条白痕一下化为了无数条白丝 向四面八方飞快地蔓延 接着 整个天空彻底破裂而开 怎么回事 漆黑魔器仿佛失去了巨坝阻拦的潮水 从天空狂涌而下 瞬间形成一片漆黑魔海 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 向四面八方狂散而开 密密麻麻的巨大魔符 更是夹杂其中狂冲而下 并且纷纷发出了奸鸣之声 更惊人的是 从已经化为巨大黑洞的魔斑深处 隐隐传出了更加害人的低吼 隐约间有更多的魔兽 也要蜂拥进灵界之中 不好 魔族已经确认入侵灵界了 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 马上开始传送返回 远处金甲大汉终于从魔斑碎裂中清醒过来 并且惊慌地冲劳者说道 其声音不觉压低到了极点 马上传送 立刻返回 那名矮小的老者同样是心中骇人 毫不犹豫一声吩咐 接着两手立刻开始掐掘 将一道道法掘 击到了足下的一个小型法阵中 在他后面的那几名黑甲卫士 也慌忙身形晃动地 来到了老者身旁 同样施法辅助起来 顿时 金色非洲下 立刻传出了滴滴的嗡鸣声 同时数以百计的符纹在下方浮现而出 并且滴溜溜一转 开始形成一个乳白色的光阵 另一条非洲自然更早一步地发动起来 整条非洲在光阵闪动中 甚至开始发出刺目的金芒 马上就可以传送而走的样子 站在金州上的金甲大汉 见此情形 长吐一口气 脸上神色 总算为之一松 但就在这时 一个尖尖的声音 突然从他们隐藏的密林上空传来 看来运气不错 方一进入灵界 竟然就发现了两名炼虚奇的修士 正好给本尊者 活动下手脚 一听此声 大汉和老者均都是一惊 同时往声音传出处望去 只见在离两条金州 不够三十余帐的高空中 不知何时多出了一个黑兽矮小 被生一对福役的奇丑少年 此少年面容争鸣两眼闭绿 背后一对福役 竟比其身躯还要大上三分 看起来竟和那些血色魔符 有七八分相似 但身上散发的气息 却何止强大了千百倍 不好 是高阶魔族 大汉和老者自然一下认出了奇丑少年的身份 均都大惊失色 这人是何时前到我们上空的 我们竟一丝都未查觉 不过二人毕竟是练虚期的存在 吃惊的同时也都毫不犹豫地出手了 一个猛然一拍脑勺 顿时十余口银色小剑击射而出 一颤之下就化为了十几道银红狂斩而去 另一个则单手一扬 轰鸣飞出一只五色圆环 一个闪动就化为了无数五色环影 将两只金舟同时护在了其中 二人一出手 一个攻敌一个防御 竟然配合得恰到好处 显然联手对敌之势是不止一次了 我们只要稍微阻挡一下对方的攻击 等到传送离开即可 高空中的服役少年却是森然的一咧嘴 露出了满口细小尖牙 面对十几道灵光惊人的银红 竟然不躲不闪只是一张口 一股金色阴波一盘而出 一散之下就将十几道剑光 全部卷入了其中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十几道剑光一声哀鸣下 提表荧光一脸 竟纷纷还原成了小剑的模样 接着就在阴波滚滚之中 纷纷东倒西歪地从空中掉落而下 金甲大汉剑子情形 脸色是刷的一下苍白无血 为等大汉再施法重新恢复对本命飞剑的操控 上面的奇丑少年却背后浮衣猛然一扇 风雷之声大起 少年身形略意模糊 竟一下在原地诡异地消失了 但是下一刻一个闪动 又出现在了离两只金州近在咫尺的上空 并且毫不犹豫地冲漫天环影 击出两拳 轰轰两声 两只只是闪动淡淡血光的拳头 竟然将密密麻麻的环影一击而散 少年背后浮衣再次一扇 人就闪电般地出现在了大汉背后 手略一模糊 就从其背后诡异地洞穿而过 那原本应该坚韧异常的金色战甲 竟根本就无法抵挡分毫 同一条金州上的其他几名黑甲未见此情景 自然一下魂飞魄散 在顾不得其他的纷纷顿光一起 就要一空而散逃离此周 但是奇丑少年只是头也不回的 背后一只福翼向后一挥 一道上百丈长的黑色光刃一扫而出 那几名黑色甲氏一声惨叫 就纷纷化为一团团血雨地洒落而下 连身躯里面的猿鹰都同时被一斩而灭了 接着少年身形再一晃 人就化为一团血光 往另一条金州上的几名修士照去 尚未真的落下 就先扑鼻而来一股血腥之气 哀笑老者根本来不及再做任何反应 脸色瞬间无血 完了 就在这时 下方的传送法阵突然白忙一闪 整条金州竟然在此时被一下传送而走了 奇丑少年所化的血光竟然扑到了空处 但是光芒一脸就重新恢复了人形 他望着虚空中残存的传送光阵 脸上不禁显出了一丝脑色 以至服衣一抖 顿时一股狂风将光阵残骸 嗓荡以后 弗烈 你竟然连两名炼虚戏的人族都未能留下 亏我忍着 还想在一旁看好戏呢 默然从附近一棵巨树后 传出一个粗犷的大笑 充满了讥讽之意 黄满 是你 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雷牛一族 不是应该第二批进入灵界吗 要不是那些人族法器竟能传送而走 怎可能从本尊者手中逃走 奇丑少年文言大怒 目光刷的一下朝那棵巨树处扫了过去 只见那棵原本看似平常的巨树 突然略意扭曲 竟然诡异地成了一个身高五六丈 浑身肌肤碧绿的巨汉 此巨汉投生一对黑色弯角 满脸黄毛 巨大身躯上套着一件黑色皮甲 在背后 恶然是一对金色短腹 正用嘲讽的目光 看着少年 不过此刻 见少年恶狠狠地蹬过来 却是猙獰一笑 不慌不忙地回道 我们雷牛一族 前不久刚刚接到圣族大人的赵令 和你们魔副族 同作为第一批进入灵界的族类 现在我的族人 已已经破解而入了 说完这话 牛头魔人单手冲远处高空 漫不经心地点了一下 有这种事情 服役少年一惊 急忙回神朝同一方向扫了一眼 只见 从破裂的黑色巨洞滚滚而下的魔器中 除了一朵朵血色光焰包裹的巨符外 竟然多出了一只只体肠十丈的青色巨牛 这些巨牛除了体型惊人之外 体表还遍布一道道怪异的银色花纹 给人一种神秘之极的感觉 既然是圣祖大人的命令 那也就算了 不过本尊可不会和你们这些 行动迟缓的蛮牛一起行动 以我们血浮一族的速度 只要数日时间 就可以为圣祖大人 扫空附近所有的人族修饰 可以直接修建魔城了 哦 福尊者的话正是我想说的 凭你们血浮一族的实力 碰到那些人族的低阶存在 自然可以横扫一空 但只要碰到稍大一些的人族据点 你们血浮一族 也不过是些炮灰而已 又岂能和我们雷牛一族相比 是吗 既然这样 三日后 看我们哪一族剿灭的人族修饰更多 好 某某答应下来 输的一族 以后再灵界所有收获 要交三成给另一方 起掌为事 七丑少年双眉倒数 森然说道 背后拂一一山 就瞬间出现在了巨汉进前 并且伸出一只闪动血光的手掌 一拍而去 巨汉阴沉一笑 原本暴毙的一只蒲扇大手一松 同样一拍而去 砰砰砰砰三声奔响 一大一小两只手掌接触的瞬间 爆发出青红两色的一芒 二者身形各自晃动锦下 就如遭蛇蟹般的一弹而开 武服何在 少年身形方一在虚空中 稳住身形 就满脸煞气的一声力恶 参见大统领 话音刚落 附近虚空中一阵空间波动荡漾 古之体型远超一般血浮的巨浮 仿佛一阵狂风般的 显现而出 第1603集 这些巨幅双翅一盏 竟足有十余丈长 体型之巨实在是可怕至极 去 先抓几个人族凡人 是大人 五支巨幅口吐人言 双翅一扇 就化为五股清风的再次不见了 而牛头巨汉和奇丑少年 则纷纷带领着自己的队伍 往四面八方狂涌而去 向四周狂有魔气的高空中 在两种魔兽离去后 一时之间竟然变得寂静无声 不过一盏叉的功夫后 魔气便一阵剧烈翻滚 里面痴痴声大作 显出一条条漆黑八亮的巨大蟒蛇 并且在这些蟒蛇额头处 多出了一颗鲜红的血木 竟然是一群罕见的三目魔蟒 这些巨蟒只有五六千条 但是聚在一起散发出的可怕气息 又远远胜过前两种魔兽 其中一条最为巨大 体肠足有三百余丈长的魔蟒身上 则站着一名戴着乌黑面具 身穿猙獰青甲的高阶魔族 他们怎么都不在 青甲魔族双手暴毙 冷冷向四周打量了一圈 结果似乎因为没见到前两种魔兽的踪影 而瞳孔微微一缩 略有些意外的样子 但随之 他猛然一踩足下魔蟒 此蟒立刻立起上半身 并且口吐雷鸣般的低沉轰响 随后巨蟒额头出血光一闪 一下多出了两根古怪的血脚 同时背部也一阵凹凸扭动 竟从体内 一下撑出了一对青色肉赤来 附近其他三叶魔蟒见此情形 纷纷身形晃动充足魔器 并且仰手齐名 仿佛在参拜王者一般 只有那名青甲魔族 稳站在异变后的巨蟒头顶 双目冰冷至极 身形丝毫波动 不过区区万年不见 魏兄的这头本命神蟒 竟然又紧接了 如今 恐怕足以抵挡一名 圣洁初期存在了吧 在群蟒全都冲出魔器后 忽然一个朗朗的男子声音 紧随着传出 接着一股恶风一卷 一只体肠过胀的怪虫 一下在黑器中现行出来 此虫两张来场 通体担死 头有细肠触须 口中獠牙壁露 前肢巨大成刀刃状 仿佛一只巨大的螳螂 而在这只巨虫的身上 却也站着一个三尺许高的小人 这小人看似不过七八岁的幼童模样 头杂冲天小辫 身穿一件淡绿色道袍 肩头上各自插着三口金色小剑 黑白分明的眼珠转动之间 显得可爱之极 原来是魂珠酒 我前几年无意中 得到了一株珍稀灵药 给本命灵蟒服下 怕才能突破到眼下境界 倒是道友这些年没见 倒是越发地精准了 青甲魔族目中 寒光一扫幼 声音是冰冷异常 为了这一次的临界之行 本王也是准备多年 修为上 自然也有了那么一点突破 既然魂道友一族已经到了 就一起行动吧 将来即使附近 有什么难啃的骨头 也绝对无法抵挡 我们两族的联手 本王正有此意 孩子们 都给我出来吧 又同文言喜笑颜开的 一口答应下来 接着转头出魔器中 一声力喝 话音刚落 黑气形成的魔海中 竟然响起了嗡鸣之声 密密麻麻的魔虫 一下从黑气中狂涌而出 直到此虫遍布魔器之下的 所有低空处 走 青甲魔族和幼童 往同一方向积舍而去 接下来的时间中 又分别有数量不一的魔兽群 接二连三地从魔器中冲出 最后 从魔器深处徐徐地降临出 属于百计 底部足有百里之广的 三角巨塔 这些三角巨塔 在一崩地裂的巨响中 最终落在了下方的地面上 它们所落之处 无论山峰 丘陵还是湖泊密林 均都瞬间一压消失 生事是惊人之际 足足大半个时辰后 这些巨物才一一落完 接着轰鸣声一响 三角巨塔一侧巨壁上 银色浮纹闪动 接着 一座座银色巨门在上面诡异地浮现而出 并且缓缓向外打开 接着 一只只乌黑发亮的独木战舟 从银色巨门中蜂拥而出 每一只巨塔放出上百黑色战舟后 又从巨塔中 走出一对对身披红甲 倍生双翅的魔族甲式 出去吧 下面银门中灵光一闪 一道道颜色各异的惊鸿 从中激设而出 顿光一脸 一个个和人族一般无碍的身影 竟然在半空中浮现 每一人身上都魔气翻滚 目中寒芒闪烁 甚至有几人马上一晃头颅 就身躯一阵的嘎嘣乱响 一下变成了双手四臂的魔人形象 这些变身后的魔人 一个个是兴奋至极 两手齐阳宠高空发出一声声嘀吼 充满了赤裸裸的血腥之意 仿佛再也难以忍耐心中的杀戮之意了 其他一些还未变身之人 一见这些同伴这般模样 竟大半用鄙夷的目光扫了过去 另外还有一些人虽然面色平静 但是目光扫向四周的一切 脸上竟然隐隐现出了难掩的激动之色 其中一名满头红发 有着一个阴沟鼻子的老者 神色复杂地看了一会儿远处 苍翠碎毕绿的景色后 竟以滴不可闻的声音 喃喃自语了两句 没想到老夫有生之年 竟然还能再一次看到这些东西 如此的话 就算战死此界 也没什么遗憾了 沙兄 你何必如此沮丧 圣祖大人不是早已经给我们传令了 这一次和以往的圣祭不同 若是有可能的话 圣祖可是有机会 彻底占据灵界部分地域的 我等若是能在圣祭中立下大功 就可申请就此留守灵界 这对我们这些非生魔界之人来说 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红发老者虽然声音极低 但却被附近的另一名 身披黑色马袍 腰缠一条金色丝带的威严老者听到了 当即他黑黑一笑地说道 嘿嘿嘿 三阳兄此话即使 我等飞升到真魔界 也就是圣祖一元了 不过 若真能在此战后留在宁静 自然是一件天大的姓氏 红发老者神色一动点了点头 同样的话语也在其他一些人之间窃窃私语着 这时巨塔的银门中忽然传出轰隆隆的响动 接着一下接一下从中传出沉重之极的脚步声 银门四周浮纹一闪 从中又忽然走出一对对从未见过的魔物 这些魔物通体肌肤灰白干裂寸毛不生 仿佛是一块块岩石堆砌而成的怪物 只能勉强看出人形的轮廓 但是在尖头处伸出四条粗大手臂 走动起来附近的地面都为之颤抖 竟然一个个沉重惊人 这些石魔拥有话筒为实的神通 建造城墙就靠他们了 石魔足有十余杖来高 从每一座巨塔中都走出了上千只之多 并在塔前老老实实地排成树列 一动不动 性情大出预料地温顺 但在为首一名魔物的领导下 众多石魔立刻一起建造出了一座 天衣无缝的城墙 短短一个时辰 方圆数万里的一切 均都被石城墙圈在了其内 这个时候又从三角巨塔中 飞出了一群群 被黑气包裹的模糊鬼影 这些鬼影飞动之间轻飘至极 一旦飞到了城墙处 身子往墙上一扑 就凭空在墙壁上 浮现出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法阵 它们是样大小一般无二 仿佛是同一人明印而成的一般 做完这一切后 这些鬼影再次从城墙上钻出 一窝蜂地再次返回到了巨塔中 就这般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一座坚实所化的巨城 凭空在摩海下方 屹立而起 以上百座巨塔为中心 一些适样奇特的其他建筑 在石墙不知疲倦的工作下 同样一一地拔地而起 更有一些高阶魔族在城中各个角落中 不急不忙地亲自布置一些玄妙进制 一层层地进制波动 不久后就笼罩住了整座巨城 忽然之间 巨城最中心处的一座三角巨塔 顶端灵光一闪 竟然诡异地一分而开 轰隆隆之声大起 一座仿佛用鲜血染红的巨大祭坛 从中缓缓升起 这祭坛四周均名印着 一个个无法明了的上古文字 迎面而来一股浓浓的血腥之气 更加诡异的是 在祭坛中心处 一名浑身被一层血光笼罩的高大人影 笔直地站在那里 拜见血光圣祖 一见这人影出现 无论四周警戒 还是在工作中的所有中高阶魔族 均都面带肃然之色 伴跪失礼 更远处的其他魔族 即使原先不知道发生了何事 见附近其他人这般模样 自然也恍然地同样矮身败逃 祭坛上的血光中人影 对这一切却是无动于衷 只是用淡淡的目光扫了一下四周 就双目一眯 抬手望向高空中的魔海 突然一条手臂一抬 一只晶莹手掌一探而出 单手冲上方看似随意的一招 轰隆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高空魔海仿佛一只无形的晴天巨手 狠狠一抓 小半魔气竟然一下剧烈地汹涌起来 并且一个卷动之下 这些魔气就发疯般地卷动到一起 并光芒一闪 画为一根漆黑巨大屋障 鬼头娇身 遍布诡异花纹 直接从高处往祭坛 一落而去 收 多人有 第16004集 血影目光一闪 抓出去的晶莹手掌 五指略微一动 百余杖长的乌杖 通体一阵符纹流转 就在下落途中逐渐缩小 化为了两杖来长 并被这位血光圣祖 一把抓到了手中 将乌杖往身前单手一横 血影口中传出了低沉的咒语声 乌杖顶端的恶鬼头颅 在咒语声中一下 睁开了银色的鬼木 接着一张口 竟喷出了一片片的黑亮符纹 迎风一晃 就化为了一朵朵黑色巨花 往巨城各处飘荡而起 一小会儿功夫后 巨花就遍布巨城的各个角落了 爆 这时候 血光圣祖两手再猛然一搓手中乌杖 乌杖就化为一团黑色光蕴的爆裂而开 光蕴几个荡漾 就化为了一圈圈无形灵波 向四面八方席卷而去 那些黑色巨花被死波浪卷过 顿时扑扑地纷纷爆裂而开 化为一股股的漆黑魔气溃散 整座巨城 瞬间功夫就被无边魔气一下笼罩了 三日内在分别建成另外三座圣城 在整顿七日后 等所有人手到齐 立刻向附近最大的人类修饰据点出发 血光老祖双手向后一背 脸孔血光一阵晃动 森然说道 谨遵法旨 在魔气笼罩的巨城中 无数高阶魔族异口同声地欢呼道 同样的一幕 在差不多的时间内 与人妖两族的魔班各处上演 其中最大的魔班处 一座依靠某株直耸入天的巨树 修建的巨大人族城池处 书名合体等级的修饰 站在巨树腰部的某座阁楼上空 居高临下望着远处 一望无际的滚滚魔海 脸色异常阴沉 韩丽盘膝坐在塔中最高一层 双手掐掘 身前悬浮着一只金色葫芦 和一幅金光灿灿的万剑图 她双目微眯 似乎整个人都沉寂在一种异境之中 漠然间她眼睛一睁 手中发觉一变 一根手指在金色葫芦上一点 葫芦一颤 提表灵光一闪 竟现出艳丽之极的五色符纹 接着传出一阵嗡鸣 葫芦一开 霞光飞绝 从中一下飞出金黄青红蓝 等颜色各异的五口飞溅 每一只都有寸序来尝 但通体晶莹闪烁 散发着梦幻般的色彩 显得神秘万分 去 韩丽一掐剑绝 五口飞溅一阵清明 就分别往高空中积射而去 并且各自幻化神通而出 只听扑的一声闷响 赤红飞溅火焰滚滚 竟化为一条杖许长的火蛇 飞舞不定 而那口蓝色飞溅盘旋飞动 竟有一缕缕蓝色水汽 随之散发而出 刹那 在附近虚空形成了一团团云雾 飞溅本体的踪影 难寻起来 那口原本最不显眼的黄色飞溅 则在一颤之下 化为了石鱼丈长 同时体表灵光流转 浮现出一层层坚硬的黄色雾 远远看去 仿佛就此化为了一口 巨大的土黄色石溅 挥动起来 附近虚空都为之 瘟鸣不已 威能是明显惊人至极 看来声势最惊人的就是黄色飞溅了 那口金色飞溅和青色飞溅 除了光芒耀眼夺目之外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五口飞溅在空中追逐飞舞 显得灵性惊人 韩力望着这五口飞溅的目光 是异常清冷 在催动他们飞舞了一小会儿后 手中锁下剑绝一收 五口飞溅顿时长鸣之下 重新化为了原来的形态 并且呼啸一声地 重新被金色葫芦一收而进 这个时候 韩力才目光一转 落在了旁边的闹幅万剑图上 神色竟有几分凝重 金色葫芦 是我从广寒街禁地中得到的 之后一直慢慢参悟研究着 好在我如今已经掌握了 金钻文和银科文 勉强将这宝物 炼成了一套五星飞溅 如此一来 此宝虽然论威能 肯定无法和他原先主人 设想了相比 但总算可以拿出来应敌一用 且威能也不在一般的灵宝之下 不过这套狐冲剑虽然不错 但对我如今的身家来说 却并没有太大用处 等验证过此报彻底没有问题了 就赐给门下的弟子用吧 但能万剑图 万剑图 有真仙界所留的剑气 若真能完完全全地得以驱动 威能之大可想而知 就算是合体修饰 在图中上万剑气一角 也绝无可能幸存的 但可惜的是 万剑图的计练之法过于费时 而韩力先前就把所有时间 都花费了增进法力上 故而此图还只计练了一半 而且因为图中剑气是无缘之物 一旦消耗殆尽 万剑图也就彻底毁掉了 而他对此图蕴含的念剑诀也还未参悟透彻 故而即使万剑图计练完成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也绝对不会动用此物的 韩力正心念转动 此两是否在尝试一次的时候 突然他神色一动 一只手掌猛然往身后一抓而去 嗖的一声一团火光从大门处击舍而来 并一闪之下地落到了其手心中 五指一合火光一下暴力而开 同时从火焰中一下传出了 海大哨急促的话语声 师父 刚才长老慧派人请你去观天台 似乎魔族开始围城了 并且有高阶魔族出现的样子 高阶魔族 也好 去见识一下 韩力文言一惊 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但是马上 脸上又煞气一现地 自语了几声 就见他袖袍一抖 收起金葫芦和万剑图 同时提表金光一起 化为了一道金红积舍而走 从塔中顿出的金红没有丝毫停留 几个闪动后 就往天渊城的边缘处积舍而去了 以韩力现在的顿速 小半时辰后就能看到远处的高大城墙了 此刻在城墙外边的天空之中 魔气滚滚不见一丝阳光 魔气的下方更隐隐传来 阵阵催人心魂的筋骨之声 而天渊城的这一面 也是号角声接连起伏 从各个巨塔中或跑或飞地 涌出一对对身披各色假衣 或手持冰刃或手捧法器的 立誓和修士 天渊城上空浮现了一座小型城市般的白玉宫殿 最高一座宝塔般建筑顶部 镶嵌了一面直径十张的金色古镜 那应该就是观天台了 韩力双目微眯 往高空白玉宫殿望了两眼 想了一想顿光一闪 就直奔其飞射而去了 尚未真的接近宫殿 上面的人就发现了韩力的顿光 当即十几名青色假士 在一名金甲天尉带领下 从上面一飞而出 并且小心地迎了上来 敢闻是韩前辈吗 晚辈奉几位长老之命 恭迎前辈到观天台一句 这名金甲天尉目光在韩力面上一扫 就当即停下顿光施了一礼 不错 正是韩某 你在前面带路吧 是 前辈请 这名金甲卫一侧身子十分地恭敬 其他假士也毕恭毕敬地一分两侧 在其身后束手而立 韩力当即在这些假士的簇拥下 直奔宫殿的一座高大平台飞去 在这平台上 金月禅食和庶民 与韩力有过一面之缘的天渊城长老 正居高临下地 向天渊城外的魔族方向眺望着 但他们一见韩力飞了过来 当即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打了声招呼 韩道友 你终于来了 这次魔族来势汹汹 和上一次摩羯相比 还真是大有区别 似乎那传闻不假 金月禅食因为和韩力最熟 口中一声佛号后 就大为担心地直言道 怎么 难道有许多高界魔族出现了 情形到底如何 道友一看就知道了 金月禅食从远处摇摇一指 韩力眉梢一动也不说话的同样一望而去 身处如此高的地方 原本无法看清的城墙外的情形 此刻一下进入眼中了 只见离城墙数十里外的地方 眼望去尽是一对对的各种争名魔兽 有的口吐雾气 有的低吼不已 数量之多让人不觉头皮发麻 而在如此多魔兽的中心处 竟有五只身躯仿佛山岳般的超大魔兽 半趴伏在地上 用阴森的目光朝天原城打量着 赫然是一只赤红巨猿 两只乳白色巨型蜗牛 以及一只羽翅钢刃般的黑色巨琴 和一头三手紫蟒 这五头超大魔兽的附近 其他魔兽远避开 似乎同样对他们大为畏惧 不过相比这五头超大魔兽 韩力更在意的是 在那些魔兽上空飘荡的 各个服饰各异的人也 这些人是 他们远远看去和人族一般无二 但是身上魔器冲天 数量足有万许的样子 一个个法力君在化神炼须的模样 可算是一股极其庞大的力量 韩力目光一闪 隐约想起了什么 但人有些狐疑起来 第1605集 若是老夫几人没有猜错的话 这些人应该都是从下方各个人界 飞升到真魔界的猿人族修士 不过他们当初将魔宫作为主修功法 现在又在魔界中被魔器轻染如此多年 根本不能算作本族之人了 旁边那名白袍的谷长老叹了一口气 以前历次的魔族入侵 这些魔人可从未正面出现在侵入本族的战场上过 看来这一次的魔节还真是大不寻常 难道魔族针对此次入侵势在必得 连他们也出动了 仍旧戴着银色面具的荧光仙子也目光凝重 韩力望着这些魔人好一会儿 却忽然眉头一正 这些人的确大为麻烦 不过相对他们 我更想知道这一次负责天渊城的高阶魔族都在何处 高阶魔族都藏身那些魔器中了 刚才还有一些显露出行迹来 但现在又都缩了回去 看来打算在攻打本城前先准备在魔器中养精蓄锐一番 那大师可看见圣祖籍的魔族了 魔族圣祖一时间还未发现 但刚才露头的高阶魔族中却着实有几名合体器存在 并且看对方如此庞大的声势 应该有很大几率存在的 不过现在的魔剑才刚刚轻视性零件 界面之力还非常巨大 魔族圣祖的本体还无法破戒而来 就算真的出现 也应该只是一句化身而已 只是化身的话 以天渊城的准备 应该可以轻松应付下来的 韩丽听了此话神色异患 略带轻松的口气说道 希望如此吧 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魔族一小部分势力 数量最多的这些低阶魔兽 只是魔族攻击的炮灰而已 真正的古魔一族和魔族精锐还未出现呢 白袍的古长老曾经经历过上一次魔节 深知魔族的可怕 仍是大为担忧 哼 事到如今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我们天渊城防御 在诸多人族势力中 首屈一指 若连我们也无法抵挡魔族的攻击 其他城池 岂不是更是毫无幸存之理了 况且根据先前的情报 凌皇城 才是魔族攻击的主要方向 出现的魔族大军数量 据说是我们这边的数倍以上 仙子这话说得不错 纵然这次魔族来势汹汹 但是我等只要同心协力 渡过此劫 还是大有把握 别的不说 单凭我们布置在外围的那些禁制法阵和堡垒 就足以灭杀大半魔兽的 金月蝉食却在此时展颜一笑 一只未说话的黑袍大汉 也声音冰冷地开口了 似乎对天渊城的防御大有信心 这倒也是 天渊城原本就足以抵御 异族联军的攻击 现在又经过我们花费 近千年的特别布置 我还真不信 挡不住魔族的攻击 听着身边几位合体修士的谈论 汉立面带微笑 乃至墓中蓝芒闪动 朝远处魔器中扫视不停 这些魔器 昔然也不是普通之物 以我的灵木神通不过深入离许 就无法看清了 只能隐隐看见一只只类似的 战舟般的飞行法器遍布其中 还有一些假式混杂其中的样子 若我将灵木神通发挥到极致呢 汉立墓中寒芒一闪 正想调动体内法力 将灵木神通发挥到极致 看看还能再看到什么的时候 忽然从魔器深处 射来一道森然目光 竟一下和其对到了一起 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顺着他其视线 摇摇望向了其本体所在住 汉立心中一礼 不假思索之下 立刻将灵木神通一断而开 同时脸色也有些阴沉下来 同一时间 魔器深处的一只巨大兽车上 传出一声轻疑 一名身披绿袍满头黄发的枯瘦老者 也目中赤芒一脸地 将某种神通收了起来 怎么回事 绿老莫非用神木 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了 和其并肩而立的 另外一名满脸黑斑的 紫甲大汉 黑黑一笑地问道 没有 只是仁族那边 似乎也有一名 拥有神木神通的高界修士 刚才被我惊退了 哦 同样拥有神木 那我们这边的布置 岂不被对方全都看得一清二楚了 十尊者放心 我已经用圣祖大人赐下的混魔器 在魔器中布下了玄妙禁制 纵然那人神木神通再厉害 也无法看到什么 不过对方似乎也布置下了 同样厉害的遮蔽禁制 我也无法看破城中的防御手段 无所谓 只要我们未泄露虚实情况就行 毕竟我二人 只是负责试探城中的虚实而已 我们运气还真不错 所落之地竟然有如此大的猎物 若是能洗劫此地 收获之大可想而知了 紫甲魔族一边说着 双目也不禁隐隐放弃光来 师尊者可别小瞧了此城 据抓获的那些人族凡人说 这可是人妖两族及精锐所在的巨城 就算能攻下 损伤也绝对小不了的 既然是圣迹 死伤些族人还不是正常的 好了 有关如何攻取此城的事情 自有圣祖大人谋划 我等要做的只是依令行事 时候不早了 开始攻城吧 虽然不指望一次就攻下紫城 但也要探测出此城的大半防御才可 紫甲魔族却不以为意的样子 最后并一挥手地讲道 绿袍老者也没有多费口舌地打算 略点了一下头 此行以十尊者为主 既然尊者觉得可以开始了 那就开始吧 紫甲魔族见同班没有反对之意 当即目中闪过兴奋之色 冲着天渊城一声名笑后 漠然单手一翻转 手中一下多出了一排排的乌黑小旗 这些小旗不过七八寸大小 但每一只都明印着不同的妖异图案 散发出精纯之极的魔器波动 紫甲魔族当即单手一掐绝 冲着其中两面小旗微微一点 嗖嗖两声 两感小旗竟然一晃直下的凭空消失了 下一刻 地面上的魔兽大军中 排在最前面的两种兽群一阵骚动 接着就漠然传出两声 截然不同的巨大好声 这两种魔兽立刻双目凶光闪动 开始向天渊城方向推进过去 与此同时 天渊城的空中宫殿中 白袍的古长老目睹此景 心中一灵 急忙向附近的卫士传音道 是双头魔兮和毒眼魔虫 让前面防御的人多加小心 是 是 长老 附近束手而立的一名金卫听得此吩咐 毫不迟疑地应声而动 匆匆化为一道长虹 向下方传令去了 双头膝 就是那可以使用烽火两种属性攻击 号称魔界十大魔兽之一的那种低界魔兽 不错 正是此寿 这双头魔兮虽然等阶不高 只相当于炼气七修士 但是胜在数量惊人 听说在魔界本土 都以千万来计算的 这一次魔族破戒而来 虽然不可能全都带过来 但只要带了一小部分 那也是个不小的麻烦 至于那毒液魔虫 同样有一些棘手 此中所喷毒液 不但对低阶修士杀伤力不小 还能对城墙进行腐蚀 不过既然是种魔兽 想来下边之人 也应该知道如何应对 古兄倒不用过于担心 希望如此吧 古长老轻叹了一口气 就将目光再次落向远处的战场 围绕天原城的一面 是数以千计的巨大堡垒 每一个都有百余杖高 驻有上百名的人族修士 将天原城紧紧地护在其后 在各个城堡之间 更可见静置波动隐约闪动 显然在其中另有什么玄妙 而远处两种兽群的数量 加起来足有三四万 其中那些大小仿佛小牛的双头蜥蜴 就占据了三分之二还多 令毒液魔虫 看起来却仿佛一只只碧绿色巨蚕 身躯异常的肥胖雍种 足有双头蜥蜴的两倍大小 但混双头魔虫之中 竟不见落后分毫 而在这些兽群的后方 却不知何时多出了百余名身披黑甲的高阶魔族 不慌不忙地跟在兽群之后 仿佛是都战一般的存在 忽然间从兽群中爆发出一声 微风凛凛的剧吼 原本只是小跑的双头魔吸 双目一下变得血红起来 发出呼应的低吼后 整个兽群一下就狂奔起来 那些混在其中的毒液魔虫背后轻光一闪 竟从体内一下分出了两只透明翅翼 接着双翅一阵震动 魔虫纷纷腾空而起 速度丝毫不下于全力奔跑的双手魔吸 数万魔兽狂奔起来 远远望去仿佛万马奔腾 十余里的距离对他们来说是瞬息可致 同时空中也有高阶魔族施法一催 一股黑色魔气也一个卷洞地滚滚而下 一条黑龙般的就扑到了兽群之中 并且暴裂而开 原本清晰可见的魔兽 一下在魔气滚滚中变得模糊不清 下一刻 眼看离堡垒不过离许的时候 魔气中突然扑扑声大作 密密麻麻的火球和锋刃 从里面狂涌而出 铺天盖地地往前方的众多堡垒处 狂击而去 第一千六百零六集 如此惊人的声势 即使那些堡垒均都经过禁制加持 也绝不可能在此种攻击下安然无恙 不少堡垒中的人族修士见此情形 脸色都大变了 就在这个时候 天元城上方的白玉宫殿中 突然传出一阵鲜月般的清明 接着只见最高处建筑上的那一面金色镜子 突然一颤 竟从中喷出了一道金色光柱 一散之下化为一层金萌萌的光幕 挡在了众堡垒的前方 刹那之间 密密麻麻的火球锋刃 暴风骤雨般地击在了这一层金光上 并纷纷爆裂而开 一时间轰鸣声大起 红白两色光团密密麻麻地在光幕上浮现 并且烽火之力结合 声势更是大增数倍 引得附近的天地元气都为之晃动不已 仿佛天崩地裂一般 这是怎么回事 人魔两族高阶存在目睹此景 均都神色一速地凝望不已 结果等所有光芒一脸后 那一层金色光幕完整无损地 再次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看似单薄异常的此层防御 竟然是毫发未损 高空中的不少高阶魔族目睹此景 自然是微微一惊 而金月禅师等人天元城修士 却并未露出太过惊讶之色 甚至荧光仙子 轻笑一声地宠白袍老者说道 古长老 你这金蓄宝镜 可是越发玄妙了 虽然是借助天宝神殿的庞大灵力 才能有如此为能 但已区区一道分光 就能挡住先前的魔兽攻击 可见古兄这千余年的祭廉 并没有白费 我这宝镜原本就是混洞万灵榜上靠前的通天灵宝 即使不经过我的专心祭廉 当下这点攻击也不在话下 我倒是想看看魔族如何破掉此宝的防护 韩力在旁边听到此话神色一动 忍不住望向身后方向的那一面聚静一眼 只见此宝此刻表面金光夺目 仍有一道碗口粗金色光柱从中喷出 和远远笼罩半边虚空的金色光幕相连着 而就在韩力分神之时 远处的魔器已经距离重堡垒也不过离许 纵然被滚滚魔器遮蔽着 堡垒中的群修仍可看经里面魔兽猙獰的面孔 所有人的心都为之一提 攻击 一个森然的男子声音 突然在所有堡垒中同时回荡而起 群修几乎下意识地同时一掐绝 将手中法器纷纷一记而起 刹那之间 离兽群最近的数十座重堡垒上空群光闪烁 数千件法器一记而起 又仿佛流星般的直奔魔器狂砸而下 魔器吼声大作 又被一波火球锋刃一涌而出 化为一层烽火巨浪 竟将所有法器一托而起 让它们无法落下分毫 堡垒中的修饰 目睹此景自然不肯就此罢休 当即掐绝地掐绝念咒地念咒 更有人手指冲着自己的法器 狂点不已 数千件法器威能大增 连接一气化为一片艳丽光辖 拼命地向下一压 一时之间竟将烽火巨浪压得节节败退 眼看就要不知地洞穿而过了 继续 就在这个时候 魔兽藏身的魔器中突然间痴痴声大作 数千道绿线 从中激烧而出 一闪之下 就结结实实地积在了五色光辖上 并且化为了一团团绿雾的爆裂而开 一股难闻的腥臭之气大作 团团绿雾更是丝毫阻碍都没有的 一下将所有法器都笼罩其中了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大部分法器在被绿雾笼罩的瞬间 无论本体原本是何种颜色 现在都一下变得绿油油起来 接着光芒一暗 就东倒西歪地从空中坠落而下了 只剩下二三百件法器 还若无其事的 在绿雾中左冲右突 似乎是并无大碍 不对 那些魔虫不是普通的毒液虫 一般的毒液虫的毒液 可没有污染法器的能力 古长老站在高台上 见到此幕 一下有些诧异 其他人也心中微惊 但面上却保持着平静 与此同时 高空中魔气滚滚的巨型兽车中 那名子甲大汉 却扶掌大笑 并且转头 宠绿袍老者得意地言道 绿老 人族那边果然上当了 竟真把那批变异魔虫 当成了普通的毒液虫 可吃了一个小亏啊 可惜这些变异魔虫太少 并且毒性只对中阶以下法器有效 否则若是留在后面 说不定可以受到更大的奇效 绿袍老者也微笑地说道 但是话语中另有一些遗憾之意 变异魔兽 哪是这般好寻找的 我们能无意中收服这么一批变异魔虫 已经算是运气不错了 况且这些魔兽也只不过是些弃子而已 真正想要踏平紫城 还是要靠我等才行的 不过这些变异魔虫 在对付法阵禁制上也有一些神效 说不定还可以给我等更大的惊喜呢 这倒不是没有可能 此刻 数十座堡垒中的修士 一件法器都和新神失去了联系 心中痛惜之下 听从为首的一名杰丹修士的吩咐 各自站在了堡垒中某座 早就明印好的阵图上 然后单手一翻转 各自浮现出了一件阵盘 这些修士在杰丹修士的支持下 口中念念有词 提表灵光闪动 开始将法力往盘中狂注而入 瞬间的功夫 众修士足下的法阵开始大量 并且发出了嗡嗡的低沉之声 一团五色光球在法阵中心处开始形成 并且迅速地旋转起来 与此同时 在堡垒的外面 没有了那些法器的阻挡 双头摩西喷出的烽火之力 化为红白光霞 就直接撞上了金色光幕 并再次发出轰隆隆的巨响 在光霞之中 另有数以千计的绿线 也悄然无声地喷向了光幕 虽然金色光幕 在爆裂中仍然是微然不动 但是在一团团绿雾侵蚀之下 却是狂闪不已 虽然缓慢 但是光幕威能 的确在一点点地流失 难道这就坚持不住了 就在这时 堡垒中的法阵也终于被激发完毕 银色光球一闪 就纷纷在法阵中心处消失不见 下一刻 堡垒上方数十丈高的虚空处 空间波动一起 那些银色光球 纷纷浮现而出 滴溜溜一转 就劈啪声大作 一道道银色电弧 从中狂喷而出 并且化为一张张巨大电网 向对面照去 无论火球锋刃还是绿雾 在一接触电网的瞬间 就立刻被电光撕裂地粉碎 在雷鸣中荡然无存了 接着一闪之下 化为无数银蛇的 就落到了魔器之中 轰隆隆之声 一下连绵不绝 魔器银弧交织一起 然后又纷纷炸开 两种魔兽纵然狂窜闪避 但在如此密集的攻击之下 仍然是死伤惨重 不少魔兮和毒虫 在被电狐击中的瞬间 纷纷化为了炭灰 而被电狐爆裂波及 而负伤的魔兽更是不少 身体残破地在魔器中 弹倒了一片又一片 口中哀嚎声不断 不好 这些魔兽纵然可以 继续发动攻击 但短时间内 根本奈何不了对方 两种魔兽转眼间就损伤了近半 远处空中的子甲魔族目睹此景 脸色一下铁青起来 二话不说单手一招 身前那一排悬浮小旗中的两根 一颤之下就被其一把抓到手中 并且两手狠狠地一搓 化为了两股青烟的就消失了 接着他再次手指一弹 其他小旗也低名不已 紧半都开始微微颤抖起来 魔兽大军中趴伏的两头乳白色的巨型蜗牛 突然提表白光闪动 两只巨大触蓄往空中一扬 漠然口中发出了牛吼般的声响 两道乳白色光柱从中一喷而出 一闪即逝之下 就狠狠积在了金色光幕上 原本稳弱泰山的光幕 仿佛平静湖面上被丢进了两颗石子 一下荡漾起一圈圈的波纹 在下一刻就一颤地被光柱洞穿而过了 光幕后面的十几座堡垒 连同里面的修士 在光柱一闪即逝地早过后 瞬间飞灰烟灭 根本无法抵挡分号 不光如此 原本在后方的庞大兽群一阵骚动 终于在吼声中奔跑了起来 往天原城方向狂奔 那些悬浮在高空中的魔人 此时则提表灵光一闪 徐徐向前飞动着 同时从他们身上或飞出团团乌光 或魔气滚滚而出 一时间气势惊人 更高处的魔气中则筋骨声大作 从中飞出上百只乌黑油亮的飞车 车上均站着数名或十几名 身披各色魔甲的高阶魔族 一个个猙獰凶恶 手持长歌长脊 满脸的煞气 凄惨的尖鸣声大响 在百鱼飞车之后 一辆体长百丈 被两头巨大怪兽拉扯的巨型飞车 也从魔气中气势汹汹地飞出来了 看来魔族在一番小心的试探之后 终于开始发起了真正的攻击 高台上目睹这一切的谷长老等人 不仅眉头微皱 可眼前出现的魔族精锐数量至少 实在大出我们预料 和以前魔戒中第一波攻击的凶猛传闻 实在大为不服 虽然那些魔兽确实凶悍一场 但单凭这点实力 想攻下天元城 自然是白日做梦 魔兽大军顶着对面密密麻麻落下的银色电舌 以一种丝毫不在乎损伤的姿态 冲到了金色光幕前 或催动天赋法力攻击 或皮操肉厚的 直接用身躯撞击而去 第1607集 空中的那些魔人催动魔器 化为各种魔云拼命抵挡电弧落下 以减少下方魔兽的损伤 而那些载着假式的魔族飞车 却停在了离光幕十余里外的地方 纷纷挥动手中兵刃 直接攻击起来 顿时一道道乌黑长虹 从飞车上飞射而起 几个闪动之下 就滚到金色光幕前 以时之间喊沙声震天 谭力叹了口气 并转头冲金月禅师等人 眉头微皱地说了一句 几位道友 看来魔族这次攻击 只是纯粹的试探 如此的话 韩某就先回去了 现在正是在下 祭连一种宝物的关键时候 一旦完成 应该对抵挡魔族 有些必住 这一波攻击 的确远不如预料中的可怕 我等破语以前的传闻 倒是有些大惊小怪了 韩道友 既然还有要事在身 尽管放心地先去处理吧 魔族存了 稳扎稳打的念头 看来短时间 无需我等合体修士出手的 金月禅师叹了口气 中韩力点点头 似乎并未因为眼前魔族攻击的不利 而有丝毫的高兴 的确如此 若是魔族一开始就全力以赴攻打本城 老夫反而更放心一些 眼下情形要多加小心了 我等是城中最高战力 但也各有事情要处理 不能因为魔族的骚扰攻击 就全被牵制在此 一直干耗下去 这样吧 只要不是魔族发动全力进攻本城 我们就两两轮流 主持抵挡这些骚扰攻击吧 韩道友 你并非本城中长老会成员 对城中人手和防御都不太了解 就无需参与轮职了 不过真到了本城危机的时候 还望道友大力相助 古兄此侧甚善 韩某也没有意见 其他几人听到此话 欣然地加以同意 韩力也点头同意下来 于是纵然远处魔兽攻击 仍然显得异常激烈 韩力也双手一抱拳的 化为一道青红离去了 金月禅师和荧光仙子等人 不久之后也纷纷离开了白玉宫殿 转眼之间 宫殿上就只剩下了古长老 和那名身穿皮袍的大汉 两名天渊城长老了 古兄 我等就这般一只袖手旁观吗 这未免也太被动了 而且金蓄宝镜形成的防护 承受如此凶猛的攻击 消耗的灵石也实在太大了一些 先前始终没有开口的黑袍大汉 望着远处轰鸣声阵阵的激战之地 冷声问了一句 报道友放心 这些魔族竟然拿这些魔兽来当炮灰 打算试探本城的防御能力 本长老也不能太让他们失望了 就动用七星金火大阵 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吧 也好杀一杀他们的士气 七星金火阵 真要动用自发阵 这可是本城的杀手锏之一 现在就暴露出来 不太好吧 这一下轮到黑袍大汉吃了一惊 有些迟疑起来 没关系 我只会发动此大阵十分之一的功效 如此一来 既能给魔族一个厉害看看 也不会暴露此阵真正的威力 说不定 反而可以让为首的魔族产生误判 另起到有力的效果 啊 谷兄此言有理 就一道有之言吧 黑袍大汉略以沉吟 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也就凝重地点头同意 两名留下主持的合体期存在 达成了共识 自然吩咐下去 再无任何阻碍了 天原城中的一座赤红巨塔的 地下深处密室中 七名身披赤红长袍的白发老者 盘坐在一座 淡金色阵图的各处阵眼之上 整闭目打坐 他们其人身上火器翻滚不定 竟都是主修火弓法的修士 并且从其身上散发的灵牙来看 还都有炼须期的惊人修为 一名看起来最为苍老的老者身上 忽然传出了一声同灵的清明之音 此老者满脸皱纹一动 立刻睁开双目 瞳孔中赤红一片 因由火焰翻滚 单手一翻转 老者手中默然多出了一面白色法盘 低头往上面扫了一眼后 眼角不禁骤然一跳 随后森然开口 开始激发大阵 只要引动七星十分之一的 净化之力即可 是 大哥 另外六名老者文言 也睁开双目的一口同声答应道 接着七人两手掐绝 提表赤红火光一下大放 再默然单手一拍天灵盖 扑扑几声传出 七人头顶天灵盖忽然一开 七只赤红猿鹰就诡异地浮现而出 这些猿鹰连孔军斗和七人面目一般无二 并且双手各持着一件红灿灿的宝物 分别是环 翻 剑 刀 塔 牌 珠 等七件形态完全不同的法宝 他们表面红光翻滚 散发着逼人的灼热火浪 显然是纯粹之极的火属性异宝 七名猿鹰口中咒语声传出 七件火属性宝物 红光一下大涨数倍 并从猿鹰手中一飞而出 徐徐往阵途中心处落去 有异象 正往住处飞顿而回的寒历 突然提表顿光一脸 竟一下停在了半空中 一脸惊疑之色地往高空中望去 只见天渊城的上方 原本万里无云的蔚蓝天空 竟不知何时 突然现出七颗赤红色的巨大星辰 将整个天空都化为了火红之色 即使整座天渊城被层层浸致遮蔽着 竟仍能让人感到丝丝的火热之气 无论正在忙碌的卫士 还是原本在住处打坐的普通修士 纷纷从住处一飞而出 同样吃惊地打量着天空中的异象 韩力身为合体修士 通过神念感应到的东西 自然远非其他修士可比 盯着空中的目光 竟然难得地闪过了一丝凝重之色 我能阴阴地感觉到 这七颗赤红色星辰形成的庞大法则之力 竟似乎拥有重创甚至灭杀物的可怕味呢 就在这时 空中的七颗赤红星辰 突然间提表一阵红光流转不定 接着以七颗星辰为中心 一个玄妙之极的庞大阵图 竟凭空在高空中浮现而出 此阵图通红似火 竟似乎将小半天渊城都笼罩齐下 接着一阵天地法则之力 剧烈波动之后 整座阵图中的七颗星辰 漠然也模糊 竟一下幻化成了一只巨大火鸟虚影 一声清明地从高空中一扑而下 轰得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整座天渊城都为之一颤 接着从城墙方向处 一朵蘑菇状的赤红火云 一冲而起 万丈之高 几乎同一时间 火云笼罩的魔族攻城之地 以金色光木为分界线 一里一外 彻底成了两个世界 一个世界和原先一般无二 没有丝毫异常 另一个世界则彻底化为了火焰的海洋 笼罩在蘑菇云下的赤红火浪 几乎绵延千里之广 这是好厉害的阵法 被火浪包裹的一杆魔兽 几乎在此攻击爆发的瞬间 就在火光中彻底化为了灰烬 根本无法抵挡此等攻击的程度 那些魔人纵然有法保护身 但也根本来不及逃脱 如此大面积的攻击 也纷纷发出惨叫的 化为火球陨落而亡 只有那五头超级魔兽 皮表瞬间各自浮现出一层明厚灵光 还可一时安然无恙 不过 这五头魔兽显然也无法在 如此可怖的高温中支撑太久 当即那头黑色剧情一下腾空而起 只是双翅一盏 就化为一团黑光的到了百里之外 再几个闪动 就以难以置信的惊人顿速 飞出了整片火海 那头赤红巨猿却丝毫不犹豫的 双族猛然一踩大地 庞大的身躯 立刻仿佛流星般的一跃而起 化为一道飓风 黄绝而走 所过之处 竟然硬生生地将大半火焰 一分而开 虽然此手速度比剧情略差一些 但并没有落后太多的样子 看来也能冲出为敌 那两头白色蜗牛和三手紫马 却行动明显笨拙得多 无法像前两兽这般幸运 虽然也拼命在火浪中狂奔 但只来得及走出数百里 就再也无法坚持地 护体灵光一散 发出几声惨叫地 同样被火焰滚滚淹没了 而就在三头超级魔兽 刚刚陨落不久 嗖的一声 从火云中冲出一子一律 两道人影 接着 没有丝毫停留地 化为两道惊鸿 激设而走 一口气到了万语里外的地方 灵光一脸 这才停下了顿光 他们正是子甲大汉和绿袍老者 这两位高阶魔族 看二人身上衣衫蓝绿 散发着一股焦糊味道的样子 显然刚才也是处境堪威 差点连小命也呜呼了 至于二人回首望向火海的脸色 此刻也的确铁青一片 难看异常 真想不到 人族竟会对我们动用这种攻击 还真看得起我二人 子甲大汉咬牙切齿地说道 满脸的不甘之色 绿袍老者也是脸色沙白 的确有些想不到啊 按理说 只不过是些魔兽 人族应该不会动用这种杀手锏的 这种攻击消耗的灵力 可是恐怖之极 难道此城筑备的灵石竟然如此多吗 还是负责此城防御的人族修士 是一个根本不可理喻的家伙 哼 谁管主持此城防御的家伙 是不是脑袋有问题 现在要紧的是 我们带出来如此多人手和魔兽 竟然全都葬送在此地了 只掏出来两只巨魔兽 我二人回去的话 一顿处罚肯定是免不了 第一千六百零八级 这也不一定 我们这一次原本就是负责试探此城防御能力 并尽力引出此城的一切攻击 现在一次就引出如此可怖的反击 也算是立了一个不小的功劳 两相抵消的话 就算有些处罚也不会太重的 希望如此吧 幸亏这一次 我们并未真带出族中的精锐 否则这个亏还真是吃大了 师尊者何必沮丧 这一次我们没有提防 才会全军覆没 下一次再带队来的话 就绝不会再重此招的 不错 以何有机会的话 本尊一定会报此仇 师某自从销炼大成来 还从未吃过如此大魁 绿龙 我们先回去复命吧 子甲魔族恨恨地说了一句 跟绿炮老者化为惊鸿的远去了 至于那两头侥幸逃得性命的巨魔兽 一逃离火海后 就没有丝毫停留地 先一步离开了 转眼间 附近虚空变得寂静无声 不过谁都没有注意到 在离此地不过数百里远的 一座高峰上 一颗金球 静静地漂浮在高空中 表面忽暗忽明 一直闪动着淡淡的灵光 同一时间 在离天渊城不知多远的 一座魔族城池的三角巨塔中 二十几名高阶魔族 正分裂两排地 站在一座大殿的两旁 在大殿尽头的一把漆黑椅子上 一名身穿血袍的中年男子 静静地坐在旗上 这男子相貌儒雅 脸如关玉 看似竟和普通人族 一般无二的样子 而在大殿中间的地方 另一颗头颅大小的金球 悬浮在低空处 样子大小 竟然都和天渊城附近的 那颗极其相似 但表面却呈现出 一片火红色画面 正是天渊城前 火海汹汹燃烧的 惊人景象 义干人等都在注视着 金球中的景象 却跑男子面无表情 看不出心中的想法 但其他形态各异的高阶魔族 却不禁神色各异了 圣祖大人 十尊者和绿道友 还真是无用 竟然因为区区的一点 禁止攻击 就将所有人手 全都丢在了那里 回来之后 一定要严加惩戒才行 一名相貌堂堂 投生一只螺旋短角的男子 忽然冷冷开口了 班兄 你这话说得 未免太过分了点 十道友和绿老二位 先前的指挥 并无任何错误 就算你我带队过去 也不过如此 只是没想到 死成人族的反击 竟然如此激烈 再说 能试探出人族的 此种杀手锏 死伤一些低阶的魔兽 又算得了什么 我说他二人无过 反应有功才对 另外一名连孔 仿佛透明般的魔族男子 却毫不客气地反驳道 先尊者 这话说得未免太足心了吧 纵然那些低阶魔兽 只是炮灰 但以此失去如此多数量 对我等来说 仍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更何况 还有三头珍稀巨魔 也在其中 他们几乎 都会发挥丝毫作用 就莫名其妙地 都损失掉了 这种过错 还不处罚的话 那下次其他人带队 岂不是 只能有赏无罚了 这么说来 班兄自问自己带队 可以比 十尊这二人 做得更好了 阁下和十道友 是生死大仇 谁知道道友 是不是心中 有其他的想法 而借题发挥的 脸孔透明的魔族男子 也冷笑一声地回道 这二人三言两语 竟瞬间变得 火药味十足 其他的高阶魔族 目睹此景 却表现各异 有的面无表情 犹如未堵 有的轻叹一声 眉头皱起 有的双手暴毙 脸带微笑 当然 也有几名高阶魔族 也各自出口 相帮其中一方 一时之间 大殿中 颇有几分混乱 够了 全都给我住口 在椅子上 坐着的血袍男子 漠然面无表情地 低喝了一声 整间大殿的 吵嚷声为之一顿 原本为此 争执的几名魔族 面色一脸地 立刻冲血袍男子 攻身一礼 纷纷小心 闭口不言 他二人回来后 我自会做出处置 现在叫你们过来 是为了评判 这座天渊城的防御 以及如何 才能尽快攻破此城 现在其他几路大军 应该都开始行动了 本圣祖 可不想落后他人 血光大人息怒 这天渊城 虽然防御 比传闻中 更加的难缠 但是以我等实力 攻破此城 只是早晚的问题 大人想要更早一些 完成此事 只要让魔兽大军 轮流攻打此城 并且让攻击的力度 渐渐加强 将城中 大半防御手段 都一一逼出 设法再一一破解掉 最后再究极所有实力 全力一击 此城必定可下 不过到那时 我等带来的魔兽大军 恐怕也所剩无几了 一名投插 树根金色长灵的老者 忽然站出来 恭敬地对血袍男子讲道 只要能尽快拿下此城 死伤些魔兽算什么 我们圣界别的没有 就是这种低阶魔兽 数之不尽 随时都可补充所有损失 其他人 对焕羽长老的方法 还有什么可补充的吗 血袍男子听完老者之言 满意地点了点头 又从其他魔族冷冷地问道 大人 我建议在进攻天渊城的同时 派出其他精锐魔族 将此地区的其他几座 略小一些的人族修士据点 一一拔除 如此的话 到最后总攻的时候 大人也可放心地 没有后顾之忧了 并且借此机会 让我等圣祖精锐 先熟悉一下 人族修士的战斗方式 也可减少总攻时的精锐损伤 又一名黄袍妇人 也婀娜地走出了剑一道 血袍男子文言 有些异动地询问起来 经过前期的一番粗略扫荡 附近尚存的大型人族据点 还有多少个 因为时间不长 所以遇到稍微棘手的据点 前边的人就立刻 没有碰得绕了过去 附近一片地狱 大概还有七八个 不过论规模比起天渊城来 实在差得太远了 另外一名 连孔白镜的年轻人 模样的高阶魔族 一笑地回答 既然这样 将加伦战魔 血光精卫和万象魔旗 全都派出去 将这些据点 全都扫荡掉吧 其他的一切 就按照幻语长老的意思 去办吧 血袍男子沉吟了片刻 有了决定 什么 大人打算出动血光精卫 加伦战魔和万象魔旗 也就算了 虽然是我等古魔一族的精锐力量 但所有圣祖大人麾下 都会话不易批听命的 那血光精卫 可是大人的贴身卫队 如何可以轻易离开大人左右 我让血光精卫出动 自然有我的用意 你们不必劝了 血袍男子双目一眯 没有丝毫改变主意的意思 下边一杆高阶魔族面面相去 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只能恭敬地恭身不语了 而血袍男子却在此时一抬头 目光似乎透过大殿顶部 直接望向了极远的某个地方 同一时间 凌皇城附近的一座飓风上 一名头生洁白双脚 身材恶挪的女子 正站在一座巨石上 将目光一脸地 也从某个方向收了回来 玉戎之上 竟引现一丝饥讽之意 在此女身后 竟有男男女女 五六十名高阶魔族 一个个肃然地束手而立 而在山峰之顶 居高临下地向四周望去 只见滚滚魔器中 密密麻麻的魔族假释 和巨大惊奇 几乎一眼无法望到尽头 更有许多 前所未闻的各种高阶魔兽 一群群地夹杂在这些假释中 不时发出嘀嘀的吼声 前方不远处的凌皇城 竟然被魔族大军 包围得水泄不通了 开始攻城 双脚女子脸孔清秀 但是弹口一张 却吐出了杀气腾腾的言语 是 六级大人 那五六十名高阶魔族 不敢直视女子燕容 同时躬身地领命 一股惊人煞气 一下从飓风上冲天而起 而在这些高阶魔族的最边缘处 一名身着紫色宫装的魔族女子 将脸孔微微一抬 竟然露出了一副举世无比的艳美丽容 此女面对双脚魔族女子 虽然和其他高阶魔族一般 面上满是恭敬之色 毛光深处 却隐隐有些迷茫和复杂之色 韩力回到住处后 立刻再次进入顶层的密室 继续祭练手中的万剑图和湖中剑了 若能早一些将这二宝祭练完毕 便能在下面的大战中 让我自己和门下弟子 多出一分实力了 一个月后 韩力先将湖中剑炼制完成 将此宝赐给了海大少 接下来的时间 他将全部心思都放在了 如何完善手中的万剑图上 就这样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转眼间就过去了大半年 在这期间 金月禅师等天元城长老 一直都为派人打扰韩力 但是通过门下弟子 每日传递的消息 他却知道 魔族对天元城的攻击 似乎从未停止 无论击溃多少钱 来试探的魔族攻击 隔了数日 城前必定会出现数量 更加惊人的魔兽大军 仿佛魔兽的数量 根本就无穷无尽 而统帅这些魔兽的 高阶魔族 更是丝毫不在乎 这些低阶魔兽的损伤 更要命的是 在这大半年中 离天元城最近的 其他几个势力 修建的人族据典 纷纷纷传来了 被攻破的噩耗 一幕制作 第一千六百零九集 巨守人族据典的修士 大半战死 小部分则被魔族掠走 据说要用魔器灌体之法 转化成魔人般的存在 倒是那些普通的人族百姓 这些魔族 仍没有大开杀戮的意思 仍任他们生活在据典之中 攻打这些据典的魔族 并非是那些低阶魔兽大军 而是真正的魔族精锐力量 这些魔族不但各个神通惊人 更有擅长联手之术 连坐镇这些据典的 几名人族合体修士 都未能在这些 精锐魔族手中逃得性命 听到这些消息 谭力心中大为一领 魔族的真正实力 似乎远比传闻中更加可怕 等他们找出 天元城防御的薄弱之处 再将附近区域的 其他人族据典都草堂一空 此诚能否守住 还是两说的事情 不过这些 并非我一人之力可以左右 只能静看金月禅师等 一杆合体修士 如何应对这种危局 这些天元城长老 哪一个不是活了万年一生 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毙 总感觉 我这般清闲祭练宝物的日子 不可能持续太久 果然再过一个月 韩丽就接到了金月禅师 发来的消息 邀请他去长老殿议室 韩丽自然没有质疑 当即离开密室化为一道顿光 隐约而去 小半日后 韩丽就坐在了某座大殿的椅子上 一旁除了金月禅师 古长老 银光仙子等韩丽认得的长老外 其他几名出现的合体修士 面孔十分陌生 显然是他先前尚未见过的 长老会的其他几名长老 这几名长老 据说前一段时间都另有钥匙在身 故而从未在韩丽面前出现 韩丽虽然有些好奇 这些合体存在先前忙碌的钥匙 但面上自然也分毫未露 含笑地和这几名长老应酬了几句 这些长老大都是合体初期的存在 在韩丽这位中期修士面前 自然同样是客气万分了 我看古长老等人虽然神色如常 墓中身处也有焦虑之色 似乎都有心事 好了张道友 你们也都见过韩兄了 下面我们抓紧商量钥匙吧 就在昨天 长老会刚刚收到消息 魔族又派出大军 去攻打以天门 和天皇宗等四大宗门的 联合城池了 四大宗门思文这一次 再无法抵挡魔族攻击 故而冒死派出使者 向我们天渊城求援 而四大宗门的据点 是附近仅次于本城的大型据点 若也被魔族攻破 我们可真是孤军奋战了 故而本城 必须派人前去增援 古长老轻哼了一声 神色素然 一听这话 金月蝉食等人面色 也一下沉重起来 而韩丽听了 却眉头微微一皱 其他几名新出现的长老 却同时露出了金融 似乎也是刚刚知道 此消息的样子 一名红脸长老急忙问道 古修 以天门前几次 不是打退了魔族的攻击 甚至还中错过几名高阶魔族吗 怎么形势一下子 变得急转而下了 以天门四大宗门联手的势力 在我们人族中 足可排进前十 他们修建了以天城 即使防御能力不如天元城 也不会相差太远 之所以会变得如此危急 是这一次魔族攻城 突然动用了十几名高阶魔族 并用计 引出四大宗门的几位太上长老 加以偷袭 结果其中两名太上长老 不幸陨落 如此一来 四大宗门顶级战力 一下大解 形势自然不妙起来 原来如此 那古长老召集我等过来 就是想商量 如何增援之事了 不错 以天城是本城附近 谨慎的据点 不可不救 而且死城在上一次摩羯时 一直抵御魔族 到最后都安然无恙 这一次之所以呈现不知情形 只是欠缺了一些高阶修士 前去坐镇而已 谷兄的意思是 我们天渊城 无需动用太多人兽 只要派出几名 合体骑修士即可 不错 老夫就是此意 毕竟天渊城 才是眼前 魔族大军的最终目标 作人要救倚天城 但更要小心对方的调虎离山之计 倚天城中 低阶弟子并不缺少 本身发育力也不弱 我等只要派出两三名 合体修士之缘 就足以稳定那边的危局 还不会过于削弱 本城的实力 古长老显然在此之前 就早已考虑清楚了 不假思索地说道 听完古长老的一番话 其他长老自然是一阵窃窃私语 并且夹杂了一些商讨的言语 但是最终 还是大都赞同了 白袍老者的建议 毕竟救援方式 也是目前最为稳妥的方法 但是关于前去救援的 具体人手方面 这些长老之间 却另起了一番不同的争执 古兄想让小弟和于道友 前去增援 这恐怕不妥吧 并非在下不愿冒险前去 而是古兄应该很清楚 小弟现在负责那件事情 正不知道要紧之处 实在抽不开身哪 一名眉毛雪白的中年男子 眉头一皱地说道 刚才古长老就提议 让他和另外一名长老 前去增援倚天城 他毫不犹豫地就一口拒绝了 另外一名长老 也是连连摇头 余某的事情 古兄应该也知道 我手中的那一炉香消丹 也正练之在紧要关头 一旦离开 可就前功尽弃了 那秦道友和雷兄如何 古长老眉头一皱 转头问起了另外两人 结果那两名长老 也同样脸露为难之色 这就麻烦了 老夫和金月大师几人 要负责天元城的总防御 更是无法离开 这样吧 古兄若是放心 切身就跑上一趟吧 我和天皇宗的林仙子 是结交多年的好友 去助其一臂之力 也是应该的 荧光仙子面具上的眸光一闪 突然清冷地开口了 什么 仙子愿意去 真是太好了 以仙子的神通 老夫又有何不放心的 不过光仙子一人 还是不够 至少还要再派一人才行 一见荧光仙子毛遂自荐 古长老大喜 借着目光一转 下意识地 忘了韩丽一眼 韩丽仙子情形 心中叹了一口气 知道这趟差事 自己多半是无法躲过了 当即起身一攻守 在下手中宝物 祭练得差不多了 这一次以天成之行 也算上韩某一个如何 在下自从到贵城以来 还未做任何事情 心中原本有些不安的 韩兄是中气修士 甚至曾经力敌过后期修士 去支援的话 以天成自然更加无忧了 那此次就麻烦倒有了 古长老剑韩丽主动站起 眉头进展 高兴之急地连声称信 这以天成关系非小 韩某尽些人力 原本就是应该的 事不宜迟 我和荧光道友略回去收拾一下 明日就出发如何 虽然这一次去以天成 会直接面对高阶魔族 但是以韩丽现在的神通 除非碰上魔族 圣族等阶的存在 其他魔族 又怎会真的对其构成危险呢 所以 他虽然知道此去或许会有些风险 但是心中但也并无任何畏惧之意 以天成那边危机万分 明日出发也好 不过 现在各处已经被魔族施法 隔断了远距离传送 本城传送阵 也无法将二位导游 直接传送到以天成 只能尽量传送到 里以天成 最近的隐秘传送点 剩下的路程 还要靠二位导游 用飞行之术 自行赶过去了 没事 以我和韩兄的能力 剩下的路程 绝对耗费不了我二人多久的 荧光仙子也毫不在意的样子 韩丽也一笑 不放在心上 既然支援人手都已经选派好了 谷长老等人 也心中为之大松 下面又开始讨论一些 对魔族攻击强度 最近越来越大的应对之策 但是纵然这些老怪 一个个老谋深算 可是在无数的低阶魔兽大巡面前 仍是一筹莫展 就是天云城如今储存的各种零食 也在无数法阵的惊人消耗之下 减少了十分之一还多 看起来似乎还剩许多 但是按照以往的惯例 魔节爆发足足会持续百余年的光景 而如今魔节爆发还不到一年时间 这怎么不让这些长老为此大为担心呢 韩丽这时就忽然一笑地说道 几位道友也不必过于担心此事 魔界的低阶魔兽也许数之不尽 但是搜集和驯服这些魔兽 恐怕也要花费古魔一族不小的精力 况且再把这些魔兽从魔界带到人界来 也绝不是一件意识 即使现在两界间的界面之力大减 但还是尚存一些的 如此多数量的低阶魔兽对魔族来说 也绝对是一个极大的负担 否则那些魔族何必如此费尸地试探 霍腾自然也知道此事 但这一次魔界的凶猛 实在有些超乎预料了 实在不知道天云城能否先耗尽这些魔兽大军了 其实相对于魔兽大军和已经出现的高阶魔族 我更担心数十年后的魔族圣祖本体 到底会有几个会降临本界 仙子此话怎讲 韩丽一听这话神色一动 不假思索地问道 第1610集 以前一到魔节中期时 界面之力也就无法阻挡魔族圣祖本体的降临了 但是不知为何 这些魔族圣祖并无法全部降临本界 每次魔节只有寥寥数个可以降临 人妖两族加上附近其他几族的大城联手之下 倒也能和这些圣祖斗得旗鼓相当 但这一次魔节既然如此势大 降临的魔族圣祖数量 恐怕也大一语于以前 不要多 只要魔族一口气 降下十几个圣祖等皆存在 我们人妖两族就根本无法抵挡的 这种事情 其实我和金月道友也曾经猜测过 但圣祷方面应该有所预防 我等只要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古长老并未对银光仙子的言语 有何过于吃惊 反而脸上寒意一闪 这也是 圣岛上有我们两族诸多大智之事 既然能预测到这次魔节非同一般 想来对此肯定也有应对之策 既然这样 妾身就先告辞了 回去为以天成之行做些准备 银光仙子听到此言欲容为之一缓 在略想了一下后就说出了告辞之言 古长老等人自然不无同意之语 均起身相送 而在银光仙子离开不久后 韩丽也同样以准备明日之行的借口 告辞离去了 不久后 回到洞府的韩丽 立刻将海大少两名弟子叫来 将一些宝物和丹药赐下 并且凝重地嘱咐了一番后 就回到顶层的密室中打坐起来 虽然他自认此行应该并无太大危险 但是将心神保持在最佳状态再出发 自然是大有益处的 一晚无事 第二日一早 韩丽就孤身一人直奔天渊城传送法阵处 飞去了 数个时辰后 他就远远看到 在传送大殿外面 有一名面带面具的白衣女子 翘生生地站在那里 有劳仙子久等了 顿光一脸 韩丽身形就诡异地出现在了此女旁边 微然一笑 韩兄不必客气 妾身也是刚到不久 我们这就出发吧 银光仙子双眸在韩丽面上一扫后 就淡淡地说道 随后 此女就带头朝传送大殿中走去 韩丽不慌不忙地跟了过去 传送大殿中 早有庶民守护卫士 恭敬地等在那里 一见韩丽二人进来 立刻从二人见礼 并且为首之人恭敬地说道 二位前辈 晚辈早就将传送法阵准备好了 一会儿将前辈 传送到礼仪天城 大概越许路程的传送点处 不过 因为怕被魔族发现 这个传送点 自从魔节爆发以来 就并未再开启过 所以 请二位前辈 传送到另一端时 还要小心一耳 以防那边传送点已经暴露 这么说 我们一会儿过去 还可能中了魔族的埋伏 回禀前辈 那边传送点所设之地 异常隐秘 按道理说自然不会 那名卫士心中一领 急忙小心地解释 韩丽平静地问了一句 传送这没有任何问题吧 绝对没有问题 晚辈刚刚测试过 既然传送这没有问题 马上准备传送吧 韩丽听到此话 毫不犹豫地吩咐道 银光仙子听到了 韩丽此言 面具上眸光一闪 但是最终并未说出 什么反对之言 一旁的卫士见此情形 自然连声应下 吩咐了其他几人 急忙急发起传送阵 银光仙子二话不说 白衣一飘 就站到了法阵的中心处 韩丽笑了笑 也从容地走到了 传送法阵上 片刻之后 足下的传送法阵 就发出了嗡鸣之声 同时四周泛起 乳白色的灵光 二人身形一闪 就在灵光大亮之下 漠然消失地 无影无踪了 韩丽只学四周光辖闪动 眼前的一切 骤然间模糊起来 但是当四周光辖一散 韩丽双族再次 踏上石地的瞬间 神念就毫不迟疑地 一放而出 将附近的一切 都照在了其中 结果他马上神色一沉 瞳孔深处 一缕寒芒闪过 不好 几乎在同一时间 四周突然间破空大起 无数乌芒 从四周鸡舍而来 密密麻麻 足有数百道之多 韩丽想都不想地 单手一掐绝 体表骤然间浮现出 一圈灰蒙蒙的光运 开始时不过丈许大小 但是一个闪动 就狂涨无数倍 将附近寒芒 都照在了其中 那些寒芒一颤之下 立刻被一股 诡异的力量 停滞在了灰光中 纷纷现出了原形 竟是一支支 持许长的黑色弩箭 这些黑色弩箭 每一支都幽黑发亮 箭尖处 还闪动着妖翼的紫芒 看样子是脱了 某种剧毒之物 韩丽不慌不忙地 将目光向四周一扫 只见他正身处 某座百余帐广的巨厅中 而在大庭四周 竟然有五六十名 身披黑色战甲的魔族甲士 各自捧着一件乌黑手弩 正露出吃惊之色 望向韩丽二人 不过 这些魔族 大都是结单左右的修为 其中掺杂着 少量的原因即存在 修为最高的是 一名化神等阶的独角魔族 肌肤粗糙双目碧绿 但此刻 这为首的魔族 骇然地望着 韩丽和荧光仙子 突然口中一声尖叫起来 不好 是神族的合体老怪 快撤 话音刚落 这位高阶魔族身上 砰的一声 一股浓浓魔气爆发而出 一散之下 几乎充斥了整间大厅 而其本体 却趁着这股魔气的掩护 立刻化为了一道乌光 向门口处击射而逃 至于其他的魔族甲士 自然同样大惊地 也想各自施展顿术而逃 哼 想逃 韩丽脸上煞气一现 灰蒙蒙的光霞突然一个掌缩 原本停滞在空中不动的黑色弩剑 一个掉头 竟然反方向地击射出去 速度竟然比这些五色弩剑 原先还要快上十倍以上 一闪即逝之下 四周魔族甲士惨叫连连 纷纷地翻身栽档 接着 大厅中灰色光霞一个翻滚 无数纤细的灰丝浮现而出 只是一个搅动 所有魔族甲士的身躯 立刻诡异地四分五裂 在这无数灰芒闪动之中 连原因都未能掏出分毫 但是这一切还未结束 韩丽就冷冷瞅了一眼 趁这片功夫 就已经击射到大门处的围首魔族 一只手掌默然一探而出的虚空一抓 不止一声 一只青色大手 顿时在那魔族上空浮现 并且闪电般地一拍 那名化神魔族根本无法抵挡剧长的庞大威能 连护身宝物都未来得及放出 就一下被拍成了肉将 韩丽这才将袖子冲虚空一甩 瞎光闪动 漫天灰丝和青色大手 仿佛幻影般地溃散消失了 然后 他才转头冲同样传送出来的荧光仙子 微笑一声 荧光道有 看来这里的确被魔族发现 不过似乎并不太受重视 只拍了这点人手监视 不是魔族不重视 而是我们人族各大城市 开辟在外面的各种隐秘传送点太多 这些魔族 不可能每一个传送点 都派出重兵监视 这个传送处 能有化神修为的魔族出现 已经是颇受魔族看重了 荧光仙子却似乎对此很清楚 汉莉略想一下后 就哑然一笑 原来如此 仙子之言有理 随后 汉莉手指一弹 一颗火球飞射而出 一个闪动 就化为一只赤红火鸟的 往地上一扑 那些魔族蚕尸 在火鸟飞过之后 纷纷化为了灰烬 只留下一个个 大小不一的储物器物 魔族的储物法器 和灵界的储物拙不同 是一个个看似腰带的储物法器 汉莉袖子一卷 就将这些腰带凭空射了过来 用神念随意地朝其中扫了一眼 结果眉头微微一皱 这些魔族甲是储物腰带中的东西极少 除了一些乌黑发亮的晶石外 大都是一些阵盘阵旗之类的奇局 那些黑色晶石 应该就是传闻中魔界特产的魔晶石了 此晶石和人界灵界的灵石 都是差不多的存在 这是其中充斥的只有魔器 汉莉摇了摇头 手中灵光一闪 这些储物腰带就被收好了 接着大步一迈 向大厅外走去 刚才他神念早已扫过附近的一切 早已清楚 此地除了这几十名魔族外 再无其他任何存在了 这才会如此丝毫不在意地 向外走去 荧光仙子脸上的神色 一直平静至极 此刻同样也跟了出去 一出大门就可发现 这座传送阵 竟然是位于某座地下洞窟 除了一条蜿蜒通向高处的 狭窄天然通道外 就再无任何路口了 如此隐秘的地方 也不知道这些魔族 是如何找到的 片刻功夫之后 两道惊鸿 从地面一座小山底部飞出 在空中一个盘旋后 就认定某个方向的 鸡舍而走了 这两道顿光飞出不过百余里 其中一道青色惊鸿 骤然急闪几下 就变得渐渐透明起来 甚至在最后变得若有若现了 至于另外一道白红 则砰的一声闷响后 幻化成一朵不起眼的白色云朵 看似在高空中徐徐飘动 但实际上 顿速是丝毫不下于 另外一道顿光 就这般 二者一前一后 转眼间在天际尽头处消失了 但就在韩丽二人 离开传送之处 不过半日的功夫 从另一方向 天空突然为之一暗 一团魔气所化的云雾 滚滚地席卷而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